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共和黨中期選舉的宣傳或造勢會上 就發言了 不知是否預定是這樣的 還是沒有照稿 突然爆發了一宗國際轟動的新聞 有關於美國已經計劃 或者已經下定了決心 決定要退出 一個叫中程彈道導彈的條約 什麼事呢 特朗普這樣說 他說俄羅斯違反了這個協議 而且最近多年一直違反協議 我們不會讓他違反核協議 而讓他們發展我們不允許的武器 我們要尊重協議 大不幸地俄羅斯沒有履行協議 所以我們就會退出這個中道條約 這個中道條約 全名叫做美國與蘇聯 關於消毀中程和中短程導彈的條約 中程和中短程導彈的條約 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遠自 朗奴列根的年代 以及戈爾巴喬夫 是蘇聯解體前的最後一任 蘇共總書記 兩個人簽約 那條約總共加起來十七條 經過了非常漫長的談判 很艱難困苦的談判 這條約是限制了美國與蘇聯 在全球範圍內部署 有核打擊能力的中程和中短程導彈的能力 這十七條條約內文規定了 雙方要全部消毀 所擁有射程在500到1000公里之間的 短程導彈 以及射程在1000到5500公里之間的中程導彈 包括搭載常規的 或者搭載核彈頭的導彈 導彈的火箭 或者是導彈的彈頭 以及發射的 發射器 規定雙方 不能夠再生產 試驗 中程和中短程的導彈 雙方擁有地核發射基地 要做一些限制的措施 這條約被視為什麼呢 被視為二戰後美蘇撤軍談判 歷史上達成第一個真正的減少核武器 數量的條約 這條約後美蘇的核武器 競賽減速 亦為冷戰降溫 歷史學家將 美蘇兩國 列根和戈爾巴喬夫簽的這條約 視為 89年 推倒柏林圍牆 令到冷戰結束 兩樣加上做一個很重要的標誌 甚至說 簽這條限無限中程和中短程導彈的條約 令到推倒圍場產生了很大的作用 即是蘇聯的解體 蘇聯的末日 由這裡開始 為什麼要推出這個 條約呢 剛才說了 表面的理由 特朗普在公開場合大大聲聲說了 因為 俄羅斯 沒有遵守這個協議 而且 過往10年 不斷地試驗 這個條約所限制的中程和中短程導彈 10年前已經開始 說違反了這個協議 後來美國最後擴認這個違約導彈的名稱 叫做9M729 9M729 它是地面發射的 射程到500至5500公里的中程巡航導彈 這個9M729 直接對美國 歐洲盟國構成很大的威脅 而且對那些親西方的加盟共和國 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構成很大的威脅 簡單地說如果短程的 大概500至1000 可以去到 美國的盟友 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包括什麼呢 包括波羅的海三小國 在那裡很近 對他們的打擊很大 忠情的可能是去到歐洲 限制中程遠程導彈的條約 其實對美國的盟友很有利 譬如對歐洲 對於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所以反應激烈 除了俄羅斯現在反應最激烈之外 歐洲的反應也相當激烈 歐洲的軍方 歐洲國家的國防部 就批評美國退出中度條約 對他們來說構成很大的威脅 因為中短程導彈的條約 是保護歐洲國家的力量很大 在特朗普提出要退出這條約的時候 他也說了一番話 無緣無故提到中國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如果俄羅斯在做這件事 如果中國也在做這件事 而我們還是遵守這個協定的話 那是不能接受的 中國的反應當然 很強烈 關我什麼事 為什麼關我事呢 我稍後詳細說 其實美國已經預早了 打算派特朗普的代表 白宮的安全事務顧問博爾頓 去莫斯科 跟俄羅斯領導人通報退約計劃 不是臨時爆肚的 不是怕後尾就這樣說的 但是 西方的輿論形容為這個退下計劃 真是很厲害 一戰雙鯛 而且鳴打俄羅斯 實在是制裁中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很簡單 中道條約是 當年的蘇聯和美國簽 制裁就是制裁這兩個國家 而且是行之有效 經過很長的時間 大家也知道 89年到現在已經 二十多年 將近三十年 確確實實將中程和中短程度產 消費只有八百九九 甚至全部都沒有了 包括這個彈頭 和發射的基地都沒有了 但是最近十年來 不僅俄羅斯 受條約限制的俄羅斯 偷偷地做這個導彈 是不受條約限制的中國 是肆無忌憚地 做很多中程和中短程的導彈 對於美國來說 覺得 構成很大的威脅 很簡單 短程的導彈 如果是中國發射 可以真的有機會去到台灣 台灣很熱 甚至再遠一點 或者加上中程的話 會打到日本 或者打到美國的領土關島 大家知道這在美國來說 在太平洋地區 很重要的戰略夥伴 甚至是美國很重要的軍事基地 如果這些 中程和短程的導彈 中國是不受制約地 不斷地發展 而且甚至有些 可以打沉你的航空母艦的話 對於美國來說 他認為他的軍事優勢 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特朗普及他的智囊 突然借俄羅斯 秘密地做導彈 用來發難 其實 明打俄羅斯 實際上是想打中國 簡單地說 為何明打俄羅斯 想打中國 為何要打中國 很多評論都這麼說 其實原因很簡單 最近中美貿易戰 都是想壓制中國 又不見他壓制俄羅斯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 自從蘇聯解體之後 國力是一缺不振的 無論是經濟 雖然軍事仍然很強大 但實際上跟美國比 已經比冷戰差很多 但是中國是一個崛起中的大國 崛起中的經濟大國 崛起中的軍事大國 如果美國 不用想盡辦法 壓制中國的話 任由中國發展這些 威脅國家的領土 和盟國的領土 核武器 對於俄羅斯 俄羅斯已經是不食其由 對於中國來說 坐大的話 美國認為對他的領導地位 甚至國家安全 構成很大的威脅 這個 一直都是美國 從特朗普上台之後 對中國 在經貿問題上 在科技問題上 在貨幣問題上 一直咬不放 現在在軍事問題上 繼續去做的話 其實目的是一致 整條線是很清楚的 當然中國的反應很強烈 中國的反應是說 不要找我來講 不關我的事 你們兩個人的事 中國 官方 外交部發言人在星期一的時候說 這是美蘇兩個冷戰時期達成的重要 軍控 控制 行務的發展和財軍的條約 對今天來說 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單方面退約會造成多方面的消極影響 特朗普說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說 你退約就退約 中方說事是完全錯誤的 我們希望有關國家珍事多年來 得之不義的成果 通過對話協商等等 退約問題上三思而後肯 環球時報 就比較坦白 說得 美國的宣佈可能是地動山搖之舉 是一場激烈而危險的軍備競賽 即將拉上序幕 環球時報就說 特朗普 將退約 扯上中國 美國盯上了中國 正從各種角度來對付中國 甚至抹黑 妖魔化中國 習近平在 在 特朗普宣佈退約的同一天 就見俄羅斯的國防部長 充分肯定中俄雙方 的關係 他的說法就是中俄關係 繼續保持高位的發展 雙方的政治互信達到最高的水平 中俄兩國軍事關係是兩國關係高水平 和特殊性的重要標誌 這個是不是 習總書記一雙情願 還是真的呢 我也說過 俄羅斯其實 表面和你也好 但是在背後 不停插你 如果看我以前的影片 我也有詳盡的分析 美國退出中短程導彈的條約 影響在哪裡呢 剛才說得很清楚 明明是針對俄羅斯 實際是要打擊中國 對於習近平來說 其實是陷於一個兩難的境地 特朗普的用心是很清楚的 是一個陽謀 是要中國 納入 這個條約中 中俄美三方 大家談 限制中程導彈和中短程導彈的發展 對於特朗普來說 他的圖謀 就滿足了 他的圖謀就得情了 OK 因為限制你的發展 就等於我的優勢 是先與你 沒有所謂的 如果你不聽頂 繼續發展的話 美國就會 因為沒有這個條約的約制 既然俄羅斯也做了 為什麼我不做 就會鋪天蓋地地 遍地開花地 在它能夠觸手可及的地方 都部署這些 短程的 中程的導彈 問題會出在哪裡呢 中國會不會 在沒有辦法情況下 會跟你做一個軍備競賽 軍備競賽 一開始就是一法不可收拾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當年 列根 為什麼拖垮俄羅斯 因為搞星戰 俄羅斯不得不迎戰 是嗎 大哥 在太空上 瞄準你射擊的目標 打下來 百快百中 你沒有任何的迎戰方法 你又不是再射東西上太空 用核阻核的方法去打它的話 你就完全處於劣勢 又或者大家要發展一種 即使在太空打下來的導彈 我都可以用什麼方法去攔截 對於蘇聯的國力來說 大家知道跟美國相差很遠 因此在軍備競賽下 蘇聯因此拖垮了 由經濟先倒下 然後對政治一直倒下 哥爾巴喬夫 其實是蘇聯解體的最後一根稻草 不要只賴他 什麼中國賴他 什麼共產主義的本土 有沒有這個本土出現 不是哥爾巴喬夫 第二家巴喬夫 一樣會死的蘇聯 因為這場軍備競賽的結果 對於中國來說 其實也是一個兩難的抉擇 是不是跟美國搞軍備競賽 中國的經濟實力 可否應付這場軍備競賽 如果搞 對於國力的虛耗會有多大 如果不搞 對於他來說 會有多虧底 在武器的比拼方面 所謂的Balance of Terror 在所謂恐怖平衡或恐懼的平衡下 究竟 所謂恐懼平衡 恐怖平衡的意思是 大家不敢按第一個按鈕 因為雙方都有很多導彈 你按到第一個按鈕 只有地球末日 沒有第二個結果 所以 按第一個按鈕是神之又神 所以所有的核大國 要做這些除非那人是瘋的 才會亂來 否則是非常慎重去處理核子武器的問題 如果中國跟隨又死 不跟隨又死 這就要考習近平 他的智慧有多高 而且大家也知道 美國會 政黨輪替也好 政權輪替也好 永遠不會腥風血雨 但在中國 一旦如果你是對內 對外 對內有經濟問題 對外有外交的壓力 對於當權者來說 其他那些 撐著你的威力的人 一定會跳出來咬你 這個不能談 所以 軍備競賽 經濟的滑落 對於權力有很大的影響 如果真的不搞了 又或者搞也好 你可能沒有搞得別人那麼先進 也有很多軍事專家 有這樣的分析 長程的導彈 你射過去也可能有 幾分鐘 十幾分鐘的時間 例如在美國本土射到中國 或者中國射到美國 其實要應付長程導彈 你用導彈攔截系統 什麼愛國者號 什麼薩德 其實是可以應付的 因為有足夠時間去辨識 然後去準確描述的位置 然後去打散你 是能夠這樣做的 短程導彈 是瞬間就到了 所以很多人說短程導彈 能夠攔截的可能性 準確地攔截的可能性 是低於長程導彈很多 這一點 美國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美國在 亞太地區 有它的盟國 有它的軍事基地 亦有它的核潛艇 又有其他的藍隻 都可以隨時隨地地 神出鬼沒地 去發射這些導彈 雖然這個帳不一定會打上來 如果中國知識 美國真的有這樣的能力的話 現在 因為不受限制 美國因為遵守條約 所以就消毀了 也不會有任何發射的基地等等 今天退出了 不受限制 我相信 美國會 到處去部署 這類導彈 它的打擊對象 百分之百一定是中國 而這次要退出這個條約 它的對象 它的對象要求回應的對象 俄羅斯還是其次 中國是主要的 現在看看 在這個問題上 中國能不能夠自身示愛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這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到數給我的 用Payme匯豐銀行的93315439 都可以轉到數 又或者你用800通的好易比 同樣一個號碼都可以 拍著照片都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 畫線的 寫這個名字 寄去這個地址 我都可以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或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 你會不會 不在那邊 不在那邊 不在那邊